Hello 大家好 我是豪哥 今天是10月30号 现在时间是5点05分 也就是说今天是周五 我会在每个周五的 所有有一个直播活动 在西瓜视频或者军人头条 搜索豪哥房车型 八点半开始 之前在去西照新家旅行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是停播了 是那边因为信号不好 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 那我就不停播了 不播了 然后回来以后 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每个礼拜一次的直播活动 这个也是西瓜给我的任务 因为我豪哥是签约住者 今天聊聊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们这次跑了整整两个月 整个行程大概是16000公里左右 从上海出发 经那个西埃 莱州 青海 然后进新加哈密 那个乌鲁木齐 然后卡纳斯河墓 然后塔城一路 然后到那个伊犁 然后在独库公路 到乃加 然后从乃加 到那个叶城 走219 从叶城的0公里 离2190公里的地方进西澡 然后 经过阿里无人区 然后到 拉萨 然后波密 那个然后芒康 然后 到成都 然后成都再到上海 总共行程 16000公里 两个月时间 跟大家来汇报一下 这两个月时间走了16000公里的 我的房车的一个使用改售 这台房车包括 因为这次去的我们有4台房车 浩东的B型房车 吴忠萌版 然后老曾的 国财EVIC 浩哥的横床版 然后还有超哥的 威豪房车EVIC的重床版 就基本上这几大车型浩哥 这是我们都有 然后一路跑下来 基本上没出什么问题 只是 那个老曾跟那个 浩东在那个 去那个康纳斯的路上 才有出一些小问题 然后弄了一下就都好了 这次 才有暖风也特别给力 在海拔4600米都能起得动 都能打得着 我们这次去的才有暖风呢 有4台车 机梦上都不一样 浩哥的这个车是进口的车 抓的是 那个特鲁玛的靠壁D6的 燃油暖风暖水一体机 带锅炉的 10升的小热水那个虾 那个浩东呢 它是尾巴斯通的燃油暖风暖水一体机 正种呢 它是才有暖风高原版 再加25升的电热水器 然后那个 超哥呢是艾伯克的燃油暖风暖水一体机 整体使用下来都没问题 其实这里面呢 豪哥呢是有燃油咕噜的 然后那个 超哥跟浩东呢 它是没有燃油咕噜 也就是里面冷却液 你拐路在里面走冷却加热 那个那个在加热然后水管加热 洗澡呢 其实这种体验度呢 相对的时候没有 豪哥或者真种的电热水器会舒服一点 下期视频豪哥给大家分享 防射上的燃油暖风跟电热水器等等几种类型或者比较潮用的几种规格 今天就不聊这个话题 基本上用下来都没问题啊 那电热水器就没有海拔膏的问题 像豪哥你要到四七八肯定不会去洗澡 所以对我我肯定能不能洗澡都无所谓啊 但是有热水肯定还是要好洗脸啊刷牙啊对吧 但豪哥四七八的话你就没办法用热水 只能是用热水和烧水洗脸刷牙 那真种的话它是电热水器 就不存在这个海拔膏的问题 整体出来因为我们四台车都没出现什么问题 还有没有出现什么豪哥的微波炉掉下来啊什么情况啊 嗯 豬哥之前少半年有一个微波炉有一想有什么他自己拆掉了啊 因为这个微波里面会会会你路过太差 它会有一个牌子会有点小 但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 我的微波炉到现在还特别结实啊 我们真种啊超哥都没出现微波炉掉了或什么样啊 这个之前有一个车友 猪哥估计松动了是没安装好啊 这个跟工人安装事物有关系啊 后面基本上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 所以不用担心豪哥这个位置发微波炉是不用担心啊 嗯 还有一些问题呢 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嗯 这个是我也看到过有的车友 跑了一些不好的路况以后发现一些 这个抽屉啊门啊变形啊或者拖路啊这种现象 但是 警告是属于那种大厂 基本上工艺都没问题啊给大家看一下 特别结实啊还是特别结实 你看严实合缝啊没有出现什么坏掉的抽屉 你看看下啊也是合缝的还是也是合缝的啊 没有出现什么坏掉啊一些什么情况啊 这个这个我好像是找到一个洗碗机啊 那就不说了 然后这里衣柜啊 你看这个完全没问题啊 你看我发现发了好多衣服 然后这里包括这里所有东西都没问题啊 然后呢大家看一下门完全正常啊 而且我也发了很多东西 在门也没有变形啊 基本都都都没变形 大家看一下基本上也是合缝啊 包括那个微波罗 大家看一下基本上 你看我什么路况都走过了对吧 然后鞋柜你看这个鞋柜的你看 缝隙基本上都没变形啊 你看你看这么多鞋子呢 好哥哥这么多鞋子 你看啊这个下面不是啊 然后看一下上面你看这么多的你看基本上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没有出现什么坏啊 裂开啊等等这些的问题 冰箱都非常正常的使用啊 真的冰箱看一下啊 这里破了一个包 你看好挂了这么多东西啊 还有好多的东西 对不对 冰箱都正常使用啊 这个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152升的山的福德冰箱 现在豪哥的车里已经配双门的冰箱了啊 156升的那冷冻下就更大了 所以出去旅行就没有问题了啊 然后这里啊都没有问题啊 这个是豪哥的一张床 包括拓展 拓展是每天都要用的啊 所以说基本上都没出现问题啊 你没碰到漏雨啊 或者怎么样一些情况啊 然后这个你看你看缝隙啊缝隙啊 基本上没出问题 不要说啊拉着拉着就坏掉了 或什么呀不存在啊不存在 然后后面再给大家看一下 对你看看一下好多东西来抓了 哈哈你看我这衣服没放好对吧 你看都没输入什么问题啊 这个工艺就完全不用担心啊 给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警告这种规模 这种引进欧洲流水线的这种工艺 品质大家都完全可以不用操心 包括售后服务啊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啊 所以但是呢在这个车的用的过程中 豪哥也发现几个问题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有问题发泄问题不重要 重要的你把它能解决 或者能有问题也能说出来 大来的说出来 就是豪哥的自信的地方 呃有几个问题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它水位传感器确实不是特别零啊 因为下面水下比较薄嘛 水位传感器不是特别零啊 就有时候这个水下显示它是买水的 它其实水是用光了 这个很多新的车油会比较吐槽的 那你像我们这老司机又知道了 基本上听马达声就知道这个水还有多少 还有一个呢我们水下是豪哥这个车是标配225升的水下 嗯然后在加水的时候在平路上开没问题 然后在一些坡路上开的时候 它会容易漏水 这一块啊它后面易水管有点低 所以会会漏水 然后这两个事情呢 在豪哥的2021款里面基本上都会改进了啊 然后豪哥明天跟大家去拍豪哥2021 2021款里面的水下啊 现在水下大概多的 现在标配这个是225升 2021款应该是在260到270升的水下啊 所以水下已经逼亚了 然后大家对水下有要求的也可以做到300升水下啊 但是我觉得270升左右水下完全够用啊啊 因为有豪哥有个豪哥的加水系统 加水不成问题 我们到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拍视频啊 然后我们在西照新家的路上从来没有碰到过缺水 也就是豪哥有个加水系统 你有拐路的地方它可以非常方便的 加水然后没有拐路不要说你去服务区加水的时候 你有个拿来个铜过去 提水过来然后抽进去 我觉得加水系统已经完全解决了水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水下就是爬坡的时候它容易后溢水 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我觉得跑起来以后 啊在我新款车里解决以后我也希望后后续 为明年豪哥的后改 视察做起来以后 之前的一些车油买的车豪哥也希望把它能改进一下 比如说把溢水给调高一点 这样漏水的时候可能性就就会少一点啊 这是豪哥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明天呢我就会去攻查里 因为豪哥的底派已经上限了 这个底派呢就是豪哥2021款 2021款呢因为这台车呢 豪哥是订了一台空气悬挂 所以底派还是国五的底派 但是呢下个月15号左右就会出来 然后豪哥还有一块横潮板 就直接用到国六的底派了 国六底派在12月份中旬就会出来 国六跟国五的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一个有尿素下 一个没尿素下 其他外形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 动力上呢会有一点提升啊 之前的国五的底派它是107千瓦 扭矩呢国六也会提升 扭矩增加多少我现在忘了 但是国六的发动机功率 现在好像要调到125千瓦了 也就是说功率会提升 虽然好像提升十几千瓦 其实感受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它实际功率是提升了 然后扭矩也会大了一点啊 除了这个变化其他没有任何变化 然后呢豪哥之前也拍了一个视频 空气雪挂 你可以 订车的时候直接雪悬越场的空气雪挂 我觉得这个空气雪挂会会更好一点啊 这个就今天跟他分享一下 分享豪哥这15000公里 过来的一些实用感受 整体的威豪的房子品质 豪哥代工的那个威豪品 那个紧豪的房子品质 完全不用担心 社会也不用担心 然后明年豪哥在 上海左邻右手房子之间 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后感 然后有一些问题 上海周边的客户也可以到豪哥这里去 有什么问题可以豪哥给你来做一些服务啊 做一些配套呀这些东西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明年春节以后 豪哥会在成都 左邻右手房车之家 成都小夜会开起来啊 这个是因为之前 今年上半年就说过要在成都搞一个 左邻右手房车之家 然后呢因为疫情的原因就一直呆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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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也就下个月过去签合同 然后春节以后就开始去打理那边的一个营地 这样威豪房车的车友 包括紧豪的车友 下次路过成都都有地方去休息 豪哥进来提供一个 凡是威豪房车车友 紧豪的车友基本上都不收费啊 水电都不收费啊 在上海的地方也不收费 但是其他车友能过来吗 肯定可以过来啊 你住个一天两天豪哥也不收你费 那你住的时间差一点 豪哥收个水电费20块钱一天啊 也为了更好的让车友有 到上海到成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啊 呃 这段时间我一直会在工厂啊 然后下个礼拜呢 豪哥会给大家去拍一期关于那个 那个 呃进口拖挂 我去我我已经约了查家去开一块进口拖挂 然后豪哥呢这款车呢在旅行过程中 这个车已经用了半年 现在公里数是三万六千多公里 呃半年跑下来进口车的品质完全没问题啊 不存在什么任何现在质量的问题啊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舒适度啊操控性啊都特别好 但不是说国赛不好 我觉得国赛这次出去也非常表现非常出色啊啊 通过心啊对吧啊爬爬坡啊 他们俩台车没有出现一个像少半年出现那种 呃那个报警啊那种那种就是说爬坡无力啊 这种后面堵塞了这种情况 没有这是一个事情都没有啊 也可以看豪哥自己的视频 包括超哥的包括耗中的视频可以去了解一下 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些问题啊 总的也是可以 豪哥呢这台车呢 到处的设计理念是带一个助理 所以说上面有一扎床 后面有一扎床 后面是一扎95公分的单人床 然后又做了一个小呆拓 但是呢 查时间出去带一个助理有点不太现实 所以下次豪哥查时间出去的话 就做一扎床 这台保证豪哥会卖了啊 也就是这台车高好少排到现在半年 然后开了3万多公里 这个车全部下来大概90万啊 豪哥在65万左右想把这台车卖了 回去豪哥洗一下啊 然后有兴趣的朋友 也给这台车找一个好人家啊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豪哥 豪哥这台车会卖了大概65万左右啊 呃 配置都就一步到位了 就不用说了 豪哥的车肯定自己在用的车肯定没有问题 然后豪哥呢今天过去公查里 又定一款国六的EVIC进口的EVIC啊 也是6.5吨的 呃 12月份开始会做啊 因为豪哥还是想做一台就一张床的 然后后进门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布局啊 豪哥会把所有的这方面这几年玩房车的一些使用东西 通过这台车好好地给自己再做一台车 这台车呢也只适合一部分人玩 喜欢的比方说两个人玩一个人玩啊 但是豪哥会在那个厨房区会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 让更多的人可以在车里面做饭啊 我觉得这是我这款新车的一些烈点啊 但还有一些烈点 豪哥就卖个关子等车出来了以后再给大家分享 也就是这款车好好饿饿弄弄以后 会把它卖了 给他找一个好人家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豪哥 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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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